昨天晚上金門有一對父母親貪圖方便開車 沒有熄火就下車購物 還把一歲的女童留在車上 不料他們要回車上使車反鎖了 又沒有帶備用鑰匙 只好趕緊報案 消防員緊急到場抓緊時間 在車窗貼上黃色膠帶 因為有女童整首骨車內 還有消防員在另一側車門不敢鬆懈 持續分散女童的注意力 因為 破窗是最快速的辦法 女童順利被救出 所幸只有受到驚嚇並無大礙 事發在30號晚上8點多 金門柏玉路上的一處停車場 當時一歲女童的父母沒熄火就下車購物 還獨留她一人在車內 不料車子反鎖 嚇得女童父母立刻報案 消防和女童父母溝通 選擇執行破窗作業 過程迅速 安全 結束一場虛驚 先用膠帶防止玻璃的碎件 在使用敲棒 將玻璃打碎 從廁所打開 這個救援時間大概5分鐘 消防也提醒家長們別再大意行事 否則根據道教條例也可儲3000元發歡 記者金門綜合報導 連線 並遷移動 記者 詞皮疇 結果 講述 記者 詞皮疇